这是你放进包包里的耳机线 而这个是你掏出来后的耳机线 中间明明没有动过它 可每次它都会调皮的自我缠绕 把自己捲成一团 你看我 像不像个马虎儿 虽然拆耳机线也是一种生活乐趣 但是真的很浪费时间 如果遇到暴躁的小伙伴 耳机线大概率会惨大不测 它就不能情和一点嘛 它之所以会容易打结 首先跟耳机线的长度有关 长度小于46厘米的绳子 相对老实不容易打结 而超过这个长度数值越大 它就会越调皮 越长打结的几率也就越大 其次呢 耳机线基本都又稀又软 这样的线就非常容易缠绕在一起 而耳机的耳塞又比较重 耳机线却比较轻 它们是不平衡的 在我们的各种运动下 它们就很容易折叠穿插 去向混乱互相缠绕 而最终趋于稳定 这也符合了伤增定律 所谓伤增定律 就是说任何一个系统 在无外力维持的情况下 都会趋于混乱和无序 比如越来越乱的房间 越来越凉的卡水 放包了一会儿就凌乱的耳机线等等 那如何避免耳机线打结呢 方法一 挑选耳机的时候 选择比较硬的耳机线 把它想打结的想法 扼杀在摇篮里 方法二 可以把耳机线装进一个 比较小的盒子或者袋子里 因为待在小盒子里的 它就会紧贴盒子 不容易在翻转的时候 扭结在一起 方法三 人为捆扎 把耳机线用皮尖 或者金属线捆起来 再次和沙踏想要打结的想法 小何苦为难线呢 或者用夹子 把耳机线夹起来 痛痛痛痛痛 方法四 无道具 八字缠绕法 估计大家都会 方法五 扔了它 换蓝牙耳机 我是花小落 我的梦想 是成为一名博许的画家